今天這條影片我們一齊看東南倫敦松森地段的新盤 Kipbro Village 位於 Greenwich 行政區 發展商 Barclay 預計提供大約5000貨單位 這個綠化比例相當高的大型屋苑 裏面有 Apartment 亦有 Townhouse 屋苑裏面還有鐵路線站頭 直到松溫的 Waterloo 和倫敦 Bridge 車程來說大約十多分鐘 1至3磅單位大約由四十多萬英鎊至七十萬英鎊出頭 2025至2026交流 一齊看看這個樓盤到底有甚麼亮點 以及如果要入手的話有甚麼需要注意 照舊看盤前才開個地圖 和大家看看今天這個樓盤位置 今天樓盤名是Kipbro Village 位處於東南倫敦松森地段 其實這個樓盤由2012年開始已經興建 預計大概會建20年 地盤位置大概現在我們的Mouse在動作 就是這個位置 相當之大型的樓盤 整個project來說已經成型了 已經建了超過一半的大樓了 估計接下來還有十年八載 這個樓盤會繼續建立 而Kipbro Village這個樓盤 如果閣下第一次看 可能你之前有看過Barclay 其中一個在西倫敦樓盤 伊寧區那個叫做The Green Quarter 我自己覺得兩個樓盤有一個共通店 裡面來說 都是有一個相當大的一個樓盤 稍後這條片我們會開本樓書給大家看看 看看裡面的樓盤大概面積有多大 而這個樓盤總共提供5000貨單位 如果在Barclay的project來說 算是一個相當大的project 而這個project的postcode 屬於SE3 東南倫敦Song3地段 大概我們了解樓盤位置之後 或者我們先開本樓書 跟大家簡單 看看樓盤的基本資料 我們先打了一本樓書 今天我們也會帶一些單位出來 其中有一棟大樓 Central Gardens那邊 相對比較近鐵路線站頭 待會我們也會在這裡抽一些 一至三房單位 跟大家看看開職價錢 樓盤名是Kipbrook Village 屬於Grainage這個行政區 Postcode剛才提到的SE3 發展商是Barclay Kipbrook Village這個樓盤 大部分都是低階的project 待會我們會說的Central Gardens 那棟大樓 其實最高的都是11樓 秉承Barclay裡面一些 低密度式住宅 裡面也會有一些湖景 以及相當多的陸景 當然既有綠色景 也有商業活動 譬如什麼呢 就是這個樓盤裡面也會有超市 例如Sainsbury 裡面也有咖啡店和餐廳 相當適合一些朋友 購買一個小社區 社區裡面就有配套了 不需要每次坐車到外面 概念上 就像現在Barclay在西倫敦賣的 Green Quarter 或者在這個樓盤 對上一點 跟一個行政區 近住泰吳士河的RAR樓盤 Royal Arsenal Riverside 也是一個屋苑式住宅 裡面會有一些商店、超市 之前查詢這個樓盤的朋友 我發現起碼有一半都是因為 現在這個景 相當喜歡Kipwood Village 裡面的綠色景 去公園也不用四圍騰 在屋苑裡面已經有這麼大型的公園 這張照片更加清楚 泰吳士河就在這邊 也就是說上面這個方向就是 北面位置 我們今天樓盤位置 大概現在我跨著這個位置 我可以很簡單看到 首先在北面位置這邊 就有第一個公園 面積來說大概是9英畝 屬於屋苑範圍裡面的公園 另外中間這邊也有一個公園 大概面積是12英畝 最下面這個就最大了 面積來說41英畝 加起來大概62英畝 三個公園加起來 面積相當於有1.3個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那麼大 剛才提到這個樓盤裡面 其實有了所有生活配套 超市、咖啡店、餐廳 特別一提 這個樓盤裡面也有自己的鐵路線站頭 在這個項目裡面 剛才提到的RAR樓盤相當相似 也在屋苑裡面有一個鐵路線站頭 不過RAR那個就是伊利沙巴線 而今天這個項目就是火車線 除了陸景之外 裡面還有一些湖景 有樹有水 以及這個樓盤裡面 配套都相當齊 有網球場、足球場、籃球場 適合一家大小 打球的話就不用到處去 當然裡面也有公園 可以讓小朋友進去放電 比較適合家庭、一家大小住 由於這個項目裡面 已經有一個鐵路線站頭 比如我們要去一些比較適合的地段 踏入鐵路線來說 倫敦Bridge那邊只有16分鐘 甚至乎去到Song 2的Canary Wharf Waterloo這一邊 都是四個字時間多一點 當然某一些站頭 是需要轉成其他鐵路線的 一路去到Song 1的Bank 都是26分鐘而已 這個樓盤位置在東南倫敦Song 3 之前看倫敦樓的朋友 有時候跟我們查詢 他就未必會看西倫敦的 反而會看東倫敦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在英國當地生活了一段時間 租樓都是住慣了東倫敦 所以突然間 你說買一間樓在西倫敦 他又反而不是太習慣 另外最重要是 進去Central倫敦方便 因為我們看到查詢的朋友 很多時候比較頻繁 要出入Central倫敦這邊 他就會考慮Central倫敦 所以變成比較多朋友 如果想找一些樓盤規模 有幅上大 但也不想買得太出 Song 3地段來說 他們可能會優先考慮Central倫敦 至於買得這些大型屋苑 很多時候都是家庭住進去的 因為我們接的查詢 很多時候很多朋友都問 倫敦那邊的屋苑 問了價錢 開職之後 當然最關注的就是校網 看看小朋友 有沒有什麼好的學校可以讀 而今天樓盤位置 Cable Village 大約現在我的Mouse 在這個位置 其實在樓盤附近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的 這些數字 代表不同類型的學校 有Nursery 小學和中學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淺綠色這些數字 全部都是Nursery 另外米白色這些格子 全部都是小學 而最深色這些 全部都是中學 而我們畫面所見的這些數字 全部都是good to outstanding的 一些中小學 而其中這個樓盤裏面 也有兩間小學和一間幼稚園 一會兒我們都會開一個 Site Plan的時候 會和大家大概說一下位置 在哪裡 我們開一個Site Plan出來 跟大家看看整個Project的Site 大概是怎樣看的 先看一看自己銀針 北面位置方向左手邊這邊 在這個火車線站頭附近 畫面我們這裡圈著都見到的 有了一些我們居民 日常生活 生活配套的一些商戶 比如說是Health Care Coffee Shop Food Market 另外也會有Saintsbury 特別一提這個Project裡面 也有Nursery 另外就是樓盤位置 大概現在我Mouse圈著這個位置 這裡是第一間小學 另外下面這邊還有一間小學 我們先說Apartment 現時來說 發展商正在開賣的大樓 主要有幾棟 分別是近着湖邊 其中一棟Water Lily 大家都可以看到 前面這邊有一個湖景 但是這棟大樓向著湖景的兩房單位 基本上就全部收拾了 一火都沒得剩了 剩下一些一房單位 主要是向著內圓這一邊 而第二棟大樓 就是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啡色線圈著這一棟 叫做Central Garden 一會兒我們都會在這棟大樓 會拍一至三房單位 給大家看看 大概現在的開車價錢景觀是怎樣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這棟呢 走去鐵路線站頭呢 相當之近 近得來又不會近這條路軌 變成了也撇除了 不需要擔心一些怒鬼車聲 另外也有一棟大樓 屬於在Black Kids Collection 大概位置就是按摩圈著這個位置 這邊來說是第三棟大樓 暫時來說 如果以Apartment來說 這三棟大樓 整個屋苑現在是開賣當中的 至於Townhouse State 其實在Black Kids Collection 這邊也會有一些屋仔盤 發展商現在暫時就開賣兩間的 價錢上大概給大家知道 四房單位四房四次 上面積1515呎 賣近大概120萬至130萬英鎊 所以我們今天這條片 就不講屋仔 Water Lily 和下面這棟大樓 我們都不講了 主要集中就是講啡色這一棟 如果大家想了解屋仔 和另外那兩棟大樓 看看這條片 也可以WhatsApp我們的 索取資料和價單 發展商Barclay 他們一向買的價錢 不是市場最便宜的 不過他們的膠樓質素 市場上真的數一數而比較好 現在我們畫面所見 譬如說膠樓標準 我們之前拍片都講過很多次 一般這些我們叫做 拿得起的傢俬 這些全部膠樓上都沒有包 一般來說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做10組的傢俬 譬如說一些廚房的入場櫃 爐頭電器這些 基本上已經在賣樓的時候 你設定好了 另外房間也一樣 床 床頭柳 包括床上用品 這些掛畫 窗簾這些 全部都沒有包 如果大家買來 是打算先出租後製用 日後收樓的時候 因為我們 經我們入手買家 我們會送收樓和鹽樓服務 所以到其時 國下首先不需要自己 親身飛過去那邊 收鎖匙 自己鹽樓 經我們入手買家 我們會幫國下 做完這方面 如果有需要 添置傢俬的話 到其時 我們會幫忙 替你添置傢俬 找租客 代租代管 幫你放租 一個一條龍服務 浴室這邊來說 膠樓標準 大致上 跟現在畫面所見差不多 除了沒有桌面這些小擺設之外 浴室設備 基本上在買樓的時候 已經設定好了 詳情可以參考這個規模 裡面也有講完 這個單位 裡面的一些細節資料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找我們索取這份資料 其實Central Gardens 這個大樓相當大 現時正在開賣的 大概在這棟大樓 左下角這個位置 G1 這一部分 看看Fall Plan G1大樓 樓高11樓 大概位置就是這裡 裡面包了 1、2、3房單位 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都會抽三個單位 給大家看看 我們開到Google 大概對一對位 Central Gardens 那棟大樓 其實就是我們畫面 現在圈著的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這裡 而在Central Gardens 現在開賣G1 那一部分 大約現在我按摩圈著這個位置 相當於現時 Fall Planet 這裡 G1的這個大樓 大概在2025年 11月 去到2026年的1月交流 同樣是說 大概有一年多一點時間 或者我們可以先看一房單位 一房單位 我發現價單上面有一間 八樓的四號室 就是這間 淺白色這間 看看這個一房單位 的開織大概是怎樣 然後再帶大家看看景觀 八樓四號室 就是我們畫面所見 左手邊這間 它的樓層來講 就由一樓開始 一路到十一樓 都有這隻開織 我們今天就看八樓四號室這一間 開織相相當之簡單 也是一些很standard的一房單位的設計 入門是一個極短的Hall 分左右兩頭 右邊是Bathroom 左邊是Utinity 基本上整個單位 時時正正 也有一個U型的Open Kitchen 這個單位比我們平常看的 這間一房單位的亮點 E櫃這邊幾好 做一個L型E櫃 感覺上有點像一個小型的衣帽間 而在Living Room旁邊還有一個Balcony 看看Balcony的尺寸大約多大 這個老台大概是57呎 房間來說都算幾闊 5米5乘2米75 這間八樓的四號室 售面積是567呎 現時市場價賣455千英鎊 前期一乘首期 大概4萬多英鎊 就可以入手 這間一房一次單位 一會兒這條片片尾 我們都會講講Painment Terms 而這間八樓的四號室 如果看回發展商資料顯示 每月租金大概2200英鎊 除開截實後的樓價 租務回報是6厘 而這個單位房間位置和露台位置 都是向正西方向 一齊看看景觀大概是怎樣 我們現時站在露台位置 看出去外面 會見到對面的這兩棟大樓 而中間這邊也看穿這兩棟大樓 看出外面的陸景 買登屋苑來說 基本上差不多八成的單位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類似這間畫面所見的這些 因為像屋苑來說 大部分都是低階 除非你買到類似這棟大樓的頂層單位 甚至乎要望向反方向外面 相對來說 景觀上會比較開揚 但這些單位供應上真的不多 這是此其一 其二價錢上也相對會比較高些 正西位置主要是望樓景和內圓景 看完一房 看兩房單位 看看兩房單位有甚麼選擇 兩房單位來說 我發現價單裡有一間八樓三號室 想和大家看看 或者我們開織出來和大家看看 八樓三號室 就是現在畫面所見的 右手邊的這一間 樓層來說 基本上一樓開始 去到十一樓 都有這間三號室 我見價單裡面 高層就剩下八樓和九樓 這間兩房單位 不知道大家一眼看下去 和你看開英國樓兩房單位 看不看到有甚麼分別 其實最主要的分別 就是它是兩房一次單位 你會見到兩間bedroom裡面 都沒有套廁 唯一一個bedroom 就在這間畫面圈著這個位置 入門口來說 右邊是utility 左邊這邊還有一個cubboard 經過了這個hallway之後 經過了這兩間睡房 下飯店 open kitchen 就開始直到左下角這一邊 露台位置 我這邊走出去 現在我動的位置 這邊是向西的 也就是說 backroom 1這間是向西的 backroom 2這間 向下面這邊是向南位置 間隔上來說 這間客飯店 open kitchen 算是挺公正的 要留意 旁邊這邊還有一隻窗 例如現在我們CGI圖 這一個 比較多一些太太們 就經常想買些英國樓 希望廚房那邊有隻窗 其實這個單位 就剛剛好 適合到你的需要 還有這個單位 由於是大單邊 基本上採光度會光亮一點 而這個boucony的設計 你看到就相當特別 L型的boucony 基本上望向東面 南面 西面 北面 除了沒有東北這個位置之外 基本上東南西北都望了 看看尺寸來說 boucony的尺寸是102尺 算是相當大的boucony 這間八樓的三號室 面積是686尺 現時市場價賣555千英鎊 一成首期來說 圍到55500英鎊 就可以入手這間兩房一次的單位 看看發展商的資料顯示 這間兩房單位 他們預計租金收入2650英鎊一個月 如果除開設購後的價錢 圍到大概6厘1 這個厘數都相當高 比剛才一房那間更加高 一起看看這間兩房單位 向西那邊 向南 向東和向北 大概的view是怎樣 基本上看下去 跟剛才那間一房有些類似 為甚麼呢? 因為這間八樓三號室 只在八樓四號室旁邊 而這間大單邊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在露台位置這隻角 現在看這個朝向 就看向南面位置方向 如果看向東面位置方向 就看見裡面 Central Gardens裡面的內圓景 對面這裏就是G5 我們這間這棟就是G1 再轉過來這邊 這邊就向西 剛剛在對面這兩棟 Future Phase大樓 就望穿了 望到外面的陸景 望向北那邊 也望到屋苑裡面的內圓位置 主要來說就是花園景 樓景 最後我們看看三房單位 如果看看價單來說 三房單位 我看到只剩下兩間 一間四樓一間六樓 看完開織來說 我看到六樓這間 六樓六號室 這隻織最好 開織出來給大家看看 六樓六號室 就是我們畫面所見的 右手邊這間 整棟大樓就是 last one 只剩下六樓 不知為何這隻開織 開出來看款 有一點點像我們講開 Bara London 三房單位 這個發展生是Barkley 不是Bara London 大家不要誤會 不過感覺上有點像 入門口 右手邊utility 左邊就cupboard 入了Horway 轉右這邊 三間房就在這邊 這隻開織我個人挺喜歡 十分之歸一 三間房來講 最大當然就是back room 1 這間主人房 最小這間 back room 3 如果我們看看尺寸 都有98英尺 足夠真的可以擺到雙人床 所以你看到三間房 presentation 都是雙人床 另外Horway的左邊 客飯廳 Open Kitchen 在這邊 整個職位都挺歸一 除了中間這條走廊之外 尺數都基本上用得盡 經過客飯廳之後 Barkley 開了在職序左上角這邊 設計和剛才兩房單位 基本上是一樣的 102呎的露台 座向來講 三間房這三個窗 都是向北面至東北面位置 飯桌這邊的窗 主要是向西面 這間是六樓六號室 看看瘦面積來講 999呎 另外再配一個102呎露台 現時市場價賣70萬5千英鎊 一成首期 70500英鎊就可以入手了 看看發展商資料 這個三房單位 預計每月租金3400英鎊 相當之高 除了折扎後的樓價 Rental Yield 竟然有6.3厘 今天三間樓來講 這間的回報是最高的 比兩房更加高 先從南面開始看 向南這邊 大概畫面所見 這邊是向南的 主要是看自己大樓的景 以及隔離這兩棟Future Face的景 至於向西位置 也看到對面大樓 再轉過來這邊 這邊就向北 向北這邊 都是看屋苑內的位置 以及最後向東 大致上270度景觀 大家都看到了 主要是樓景 以及屋苑內的內圓景 至於這個三房單位 適合什麼朋友 我想大家對於看內圓 比較喜歡 也不一定要買一些 一望無際景觀的高層三房單位 我覺得這個單位 也不妨可以考慮 因為始終一些大型屋苑 很難避免樓望樓 至於這個單位來講 標價是70萬5千 截實後是60萬磅左右左右 這個價錢跟我們說 在西倫敦大概是 Zong 5、Zong 4位置 價錢其實是差不多 但今天我們講的這個樓盤 屬於東南倫敦Zong 3 最後看這個樓盤的基本資料 這次我們主要講的是 Central Gardens 這棟大樓 G1這一棟 交流年期來講 是2025年年尾 去到2026年年初 大概年半後交流 租任年期999年 而Service Charge 管理費每斜每年是4.68 這個水平 如果以巴克利的樓盤來說 大概屬於一個入門價的水平 如果大家有細心 譬如說有時間 看一看我們YouTube Channel 其他巴克利的樓盤 一般來講 管理費 Apartment來講 5英鎊出頭 這個是 基本上是一個行上價錢 以剛才我們那間兩房單位為例 一年的管理費 大概是3,210英鎊 一個月來講 2,000多港幣 而這個樓盤你是可以買車位 車位來講 2萬英鎊一個 這個價錢算是相當便宜的 例如懷疑 駕車洗入停車場 有擠位就可以拍 沒有畫防 如果開讀我們的影片 國後帶來就是索取柳書價單 remedy 隨時就可以��ว negotiation 樓單位 樓單位怎樣做呢 看回你買的單位 75萬英鎊以上或以下 以下的話就是20,000英鎊的 посмотреть 以上的研究 这个 reservation fee 也是楼价的一部分 业主就需要准备两样资料 passport 和近三个月的其中一张住址证明 当然付钱的话就准备定 credit card 到时发展商会直接在你的 credit card 会charge 2000 或者 5000 英镑 落了 reservation fee 之后 这个单位正式预留给你了 未来大概三至四个星期就走法律流程 完成法律流程之后 业主就需要准备一成的首期 假如你买一个单位举例50万英镑 就要准备到50万英镑 经理的律师楼就批给发展商 给了收期之后 大概几个工作内就会 exchange contract 买卖双方律师楼交换合约 完成入手楼花盘前期的手续 半年之后就要准备了 余下的10%首期 再过多半年准备最后的5% 10%,10%,5% 总共25%分三次支付 付完首期之后 作为业主就没工作了 一直等于2025年尾至2026年初交楼 如果经我们入手买家 首先我们会免费赠送收楼厌楼服务 到其时如果你还未过英国 或者没想过英国纯粹出租的话 我们会派人员跟你去收锁匙 厌楼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协助各客 添置傢俬和放租 代租代管一条龙服务 另外我们不厌其烦再说多次 买英国新款的你 不需要支付任何经纪用金 或者所谓admin fee 不单不需要付这些费用 我们刚才提过也会送收楼厌楼服务 另外如果需要按揭的话 我们也会转介一些 做开B&O的按揭中介 协助各客去做B&O的按揭流程 相关的专业人士 也会尽量找一些识广东话的朋友帮你 如果大家想找代表律师 也会识广东话 我们也可以转介相关的律师 协助各客去完成法律流程 至于我们刚才在影片开头有提过 Blackcliff Collections 这个Low Rise Apartment 以及它的Town House 我们今天的影片暂时不说了 第二天我们有机会再拍片 跟大家讲一讲 它的Town House 以及刚才Low Rise的Blackcliff Apartments 为此来说 大概我们的Mouse现在圈着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看完这条片 需要索取价单、楼书 也可以WhatsApp我们以线 56269151 最后这个project 我们有点点留言 如果看过去查询这个楼盘的朋友 我们看到相当多比例 都是住开东伦敦这边的香港人 个别有一些甚至乎是租楼 他们住惯了东伦敦 上班方面 环境也熟悉 想找回东伦敦 刚才也提过 其实这个楼盘已经建立了超过一半 所以整个project来说已经成型了 至于要留意 这个楼盘没有伊利沙巴线覆盖 纯粹是铁路线 但如果要去Central London 比如Waterloo或London Bridge 其实十几二十分钟都可以去到 我相信如果看这个project的朋友 自己本身找楼 都是想看东伦敦比较多 至于西伦敦 有西伦敦的捧场客 未来我们都会讲多一点 有关东伦敦的project 今天这条片的分享也大致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